大家好,我的名字是孙志玲,今年十岁,我的学校是Wordberry Elementary School。 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一本书,叫《小孙的中国节日》。 作者是赵宇佳。 这本书讲了一个中国小朋友叫《小孙》,他和他的家人庆祝各种中国节日,吃节日食物,还有做节日的活动。 我想要给大家介绍这本书,因为这本书介绍给我很多我以前不知道的节日,像端午节、元宵节、清明节等等。 还有很多节日,其中我最喜欢的节日是中秋节,因为可以吃到好吃的月饼,我最喜欢的月饼是广式蛋黄月饼。 我也喜欢晚上不睡觉,跟家人一起看月亮,说故事。 小时候,我和家人一起经历过很多的活动,像放烟炮,拿压醉钱,吃汤圆,烫红粥比赛。 现在读完这本书,我明白了相关的节日及典故。 这本书是中英文版的,画面色彩丰富,里面画了很多节日的现场,使我记起了很多美好的记忆。 如果你想要借到这本书,你可以去南海岸中华文化中心借到,我希望更多人可以读到这本书。